2023年3月17日 One周五格斗夜9在伦皮尼竞技场类想战鼓 中国拳手陈嘉义将在银量级泰拳赛中对战泰国拳手纳克罗布 Necrop Fairtex 这是继霍小龙参战One周五格斗夜之后 又一位走上伦皮尼竞技场的中国拳手 陈嘉义曾经辍学 在格斗赛场上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2015年练习泰拳的陈嘉义很快展现了自己的天赋 2017年夺取全国青少年泰拳锦标赛54公斤冠军 并且在2018年再度蝉联冠军 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每一天都很充实和快乐 格斗让我学会了尊敬 谦逊还有责任 看也让我明白了如何去面对生活 这是我热爱的 也会是我用一生去追寻的东西 2019年 陈嘉义在One中国寻音之旅中战胜了赵战士 作为多届全国青少年泰拳冠军 陈嘉义参战 SAA 武力全开营样级T拳组竞争 连续击败李献成 史文康 与姬夺一部在决赛中狭路相逢 尽管陈嘉义遗憾没能赢得冠军 但他出色的表现还是给全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邱建良作为教练 对于陈嘉义的速度 力量与动作流畅程度都给予高度评价 陈嘉义 SAA 武力全开对我成长起到很大的作用 跟那么多朋友一起竞争 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更加成熟 邱建良老师 在节目中对我的评价挺高的 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特别是加深了对这项运动的理解 对战术运用的理解 陈嘉义展现出来的潜力 也让他获得了参加ONE周五格斗夜九的机会 陈嘉义 接到比赛消息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机会终于来了 特别兴奋 虽然之前得了假流 但好在还有一段时间去调整 我会以最佳状态走上赛场 我练习泰拳出身 但2018年后就没有打过泰拳比赛了 都是打踢拳 伦匹尼竞技场是泰国非常重要的比赛场所 我能以一个中国拳手的身份参加伦匹尼比赛 感到一种荣誉感 这次陈嘉义的对手 来自泰国著名的菲尔泰斯拳馆 客场对战强敌 陈嘉义做好各种准备 泰国挺热的 所以我要提前去适应一下天气 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 我看了对手的比赛 他的拳法运用比较多 内围技术比较好 我感觉他的内围可能有些优势 但我的拳法连贯性和步伐变化比他更强 以前大家都看到我的腿法很厉害 现在我的重点是提升自己的拳法 训练拳法的连贯重击 还有内围的肘肌